电影娱乐,娱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产民间恐怖漫画《冥婚寻诗》,这个故事发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山村里,村里的娟子和治国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他们从小就玩在一起,长大后他们的感情依旧如交似期,但是双方的家长却不允许他们在一起,尤其是娟子的父母,已经给娟子物色好了一个有钱的人家, 结果娟子和治国不愿意分开,他们不管如何努力做家里的工作,家人就是死活不同意,最后他们被批的没办法了,就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殉情 没有语言,也没有眼泪,娟子和治国互相深情地看着对方一眼后,就手牵手朝着河里走去,他们没有一丝犹豫,只要能够和对方在一起,死也愿意,随着河水越来越深,娟子和治国的脑袋渐渐地淹没在了河水中 就在这时,村里的王老汉发现了他们,王老汉以为有人失足落水,急忙冲过来救人 此时的娟子和治国已经被河水全部淹没了,而王老汉在河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将昏迷的治国给拖了上来 等王老汉再去救娟子的时候,娟子已经被湍急的河水给冲走了,而治国在咳了几口水后,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治国清醒过来后,就疯狂地朝河里跑去,嘴里还不停喊着娟子的名字 王老汉结撞,急忙将治国拉了回来,随后王老汉费了好大力气,才将治国送回了家 然后王老汉又跑到娟子的家报信,听说娟子训了情,娟母非常伤心,哭天喊地地往河边跑去 然后娟父找拿了很多村民帮忙一起打捞娟子的尸体 结果捞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发现 没办法,娟父只能又雇了几条小船,往更远的地方打捞 按照一般情况,有人被淹死了,自己就会扶上来 如果扶不上来,大多数就是被水草给缠住了 可是水草多的地方都打捞了,娟子还是没有找到 然后娟母就坐在岸边,垂胸顿足地哭得死去活来 都怪娘不好,不该反对这么轻视的 可是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再多的泪水也换不回娟子的命 后来,娟父又找人连续打捞了三天 依旧没有找到娟子,娟子的大哥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 于是就建议父母找个会看事的老师傅看看 老两口一商量也没憋的办法了 然后就托人找到了隔壁村的猪瞎子 娟父送上礼品后,就把娟子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给了猪瞎子 猪瞎子听完深深叹的一口气说道 唉,殉情不称,双变单,这是心愿未遂,有了怨气 所以说必须要化解这个怨气,你们才能找得到娟子的尸体 见猪瞎子说到了重点,娟父急忙请求猪瞎子这条明路 猪瞎子表示,这事很简单,给娟子配个阴婚 心愿了了,怨气自然就消了 一听到配阴婚这三个字,娟父就弄住了 活了一大把连结,配阴婚只在戏文里听过 这现实中还真没有见过 然后猪瞎子还强调,给娟子配阴婚一定要找陪她殉情的那个人 因为娟子的执念非常深,找其他人可能行不通 听到必须要找治国配阴婚,娟父就更加犯愁了 因为自从发生的这件事,娘家人的关系已经闹僵了 现在又要找人家配阴婚,这可如何是好 虽然娟父类心十分纠结,但是为了自己的规律能够早日托尼苦海 娟父也只好硬着头皮过来,对治国的父亲说好话 听说要自己的儿子配阴婚,治国的父亲顿时火冒三丈 我说你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 原来你是没安好心,诅咒我儿子早点死啊 治国的父亲将娟父冲骂了一顿后,狠狠地将大门给关上了 此时的娟父也没办法了,只好打道回复 就在这时,治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这次开门的正是治国 治国他非常激动地朝着娟父喊了一句 我愿意,我愿意和娟子结婚婚 治国的父母想要阻拦治国,但怎么都难不住 而娟父见到治国如此坚定的态度,也是后悔万分 当初就不敢反对治国和娟子在一起的 就这样,一场迟到的婚礼终于举行了 虽然他们相隔阴阳两世 而娟父也按照猪瞎子的嘱咐 将一只大公鸡让治国抱在怀里 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 治国对娟子的遗像拜了堂 仪式结束后,娟父就把公鸡装进了笼子里 并扔进了娟子寻短见的河里 每一会儿,水面就像开了锅一样冒着水泡 紧接着,一个女子的尸体从水里浮出了水面 走进一桥,正是娟子的尸体 奇怪的是,娟子在水里泡了这么多天 而她的皮肤依旧完好如初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后来治国不顾父母的反对 执意将娟子的尸体埋在了她家的祖坟里 而治国一直放不下这段感情 一直到老,她都没有再成家 故事到这儿,已经结束了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